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种转换 也是最难的一个转换 我把它放在了最后边去讲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合并报表调整的问题 那么合并报表调整的问题 其实你再学完了最后合并报表之后 你再去理解这里就会比较好理解 那么现在我们刚学到第六章 那么你理解这个合并报表还有一点难度 那如果说你掌握不了合并报表 它的一个处理的话 你可以先掌握个别财务报表的一个调整 等我们后边把所有的内容都学完了以后 那么你再回来回顾一下这里的内容呢 你就会理解的比较好 第六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那么这个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你想成本法 我原来持股是60% 我是做一个长头的 对不对 然后权益法呢 30%的 我也是作为一个长头的 从个别报表上来看 从个别报表上来看 我是不是并没有跨报表项目 都是长头 所以它不符合我们之前讲的 先卖后买 按照公允价值来进行伎俩的这个原则了 那么要单独去处理呗 那我们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呢 你处置这30%的时候呢 我去确认一个处置的损益 这个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60%变30%了嘛 我处置了30% 那么处置的这30%呢 就按照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的这个方式去走就可以了 关键是 剩下了30%的这个股份 剩下的这个30%的股份呢 我们需要按照权益法处理的一个原则 因为它现在是权益法了 按照权益法呢 来进行一个追溯调整 也就是说认为呢 这30%的一个股权 从取得的这个时点开始 取得60%股权的时候啊 取得的时候开始 就一直是按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按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也就是说来进行追溯调整啊 那就比较麻烦了 你想啊 原来是成本法 成本法核算多简单呀 是不是啊 它没有复杂的后续计量 它的这个账面价值 基本上就稳如泰山的 没什么这个处理的 但是这个权益法就很麻烦了 是不是啊 只要被投资单位 所有的权益发生变动 我马上就要进行调整啊 我的后续计量特别的麻烦 那我现在要进行追溯调整的话 就需要把权益法啊 成本法当中 我没有进行后续计量的这个部分 全部在追溯调整回来 全部进行调整啊 所以它难就难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长期股权投资里面 转换里面最难的一个点 好 但是它也是有套路的啊 不要怕 那我们来看 这个图 这个图呢 是这样去理解的 假设呢 我是2021年1月1号 取得了这60%的一个股权 就是我取得日呗 是吧 好 现在呢 我在2022年5月1号 这个时点 我进行了一个转换 也就是说呢 我卖了30% 现在呢 我是按30%权益法来进行核算的 我原来是成本法 现在呢 我按30%的一个权益法来进行核算了 好 这叫转换日啊 那么从这个图上来看 你也可以看到了啊 就是从2022年1月1号 到我未来 2022年12月31号 这都叫做当期啊 是吧 我们叫会计分期嘛 那么在 2022年1月1号之前 我们都把它叫做前期啊 那么成本法 转成权益法 一定是要分期间的 因为我们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 我们要从什么时点开始追溯呢 从我21年1月1号 你就说取得这项投资 开始就开始追溯调整 调整到我现在这个时点 那你会发现 我整个追溯调整的这个期间 是不是跨了前期和当期啊 那么它调整的时候 如果是前期发生了一些调整事项 那我就不能去影响我当期的损益啊 那我当期发生了一些事项 我可以影响我当期的损益 我前期发生了 那我只能去调前期啊 留存收益啊 所以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 就会出现前期和当期 它这个期间划分的一个问题 好 个别财务报表调整的话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它的一个难点 它的难点是什么呢 处置30% 处置损益 这个很简单 走掉处置完了就可以了 难点就在于 我剩下的 这30%的一个股权 我是需要追溯调整 也就是说 适同我投资呢 初始投资的这个时点 2021年1月1号 这个时点 就开始采用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那么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 原来是按成本法核算 一直到我转换日 开始按照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我后期肯定就是按照权益法 进行核算了 那不用调整 调整的就是 我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中 成本法与权益法的一个差异 所以你在这里要调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对前边 成本法和权益法 他们之间的一个处理 非常熟悉 他的一个后续计量 非常熟悉的前提下 你才能够进行一个调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有几步走啊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三步走 三步走去调个别财务报表 还比较麻烦 第一步 处置部分 简单 那就应该按照处置 或者是收回投资的一个比例 去截转 应终止确认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把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的账面价值截转出去 然后差额 确认 投资收益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他处置的时候呢 会比较简单 因为他是成本法 他没有一些这个截转的问题 好 下面男的来了 第二步呢 就需要去调整 是吧 我需要把原来成本法下 剩余的这30% 成本法下 核算的变成权益法 核算 并且从这个投资时点 就要开始进行追溯调整 那我们就从投资时点开始调呗 投资时点 大家想想成本法和权益法 它的区别在哪 在投资时点 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权益法下 进行核算 我们是不是要调初始投资成本 是吧 成本法是不是不用去调初始投资成本 也就是说我要确认一个商欲 所以第一步就去做一个商欲的追溯 怎么做呢 我要比较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与按照剩余持股比例计算的 原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来进行比较呗 也就说我要比较的是 我在取得的这个时点 我剩下的这30% 在2021年1月1号这个时点 我的初始的投资成本 与我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勾引价值的份额 进行比较 那不就视同 我在取得这30%这个时点 取得这项30%的投资的时候 就用了权益法来进行核算吗 好 这是投资时点的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发现 长期股权投资的 这剩下30%啊 它的投资成本呢 大于了 我原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 供允价值份额的 大了 那么它是不是一种 正商业 正商业和我们之前处理一样 那就不需要去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不用进行调整 那如果说 我的投资成本 小于了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 供允价值份额之间的 一个差额的话 那么小的话 就是一个负商与吗 是不是有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 大家想一想 以前我们在 用权益法来进行核算的时候 我们当时是 记录到什么里面去啊 贷 营业外收入 对不对 但是 这里的这个调整 你是不是能够直接带营业外收入 不行啊 你想啊 这个营业外收入 它是不是一个当期损益啊 那你直接能调这个当期损益吗 不行啊 我之前说过了 你在追溯的时候 一定要分期间 看看是前期发生的 还是当期发生的 是应该影响前期的利润 还是影响当期的呀 你在2021年1月1号 这个时点 它不就是以前期间吗 前期吗 那你调的时候 就不应该直接去确认 营业外收入了 那我们就应该用什么 除了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以外 调增 那么还要调整 留存收益啊 也就是说 它不能进入营业外收入啊 不是当期啊 分路是 借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 带 盈于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也就是说 留存利润 留存的 一定是留存的 好 这就是对 初始投资成本 商誉的一个追溯 那么基本处理的原则呢 就是和成本法 全英法 核算的时候 初始投资成本 商誉的确定 是阴谋一样的 只不过 如果是负商誉 你要通过 留存收益 来进行反应 而不能够 进入营业外收入 好 然后三步走 第三步 后续也要进行 追溯调整吧 你想啊 成本法 没有复杂的 后续计量 但是权益法 是不是后续计量 就很多了 涉及到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吧 就是我被投资单位 它净损益的 一个变化 然后 还有其他 综合收益啊 还有其他 权益变动啊 是不是你 原来没有 在这个 用成本法 核算的时候 原来没有 反应的这些 这个项目 全部都要再重新 反应回来 好 那么就会 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其他中国收益 其他权益变动 当然也可能是 代方 那么借方 为了展示方便 给大家做了一个 借方的 那么你想 如果我按 权益法 来进行 追溯调整的话 这些项目 它是不是会 对应不同的期间 也就是说 我从 2021年 1月1号 取得这个试点 到2022年 5月1号 这个试点 如果有了 这个权益法 后续计量的 这些项目 它可能是在 我前期 发生的 也可能是在 我当期发生的吧 所以这些发生的项目 也要分一些期间啊 那么具体分的时候 你要注意 其他综合收益 和其他权益变动 这两个科目 它对应的科目是谁呢 其他综合收益 和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吧 这两个项目 它是 资产负债表的一个项目 这个资产负债表的项目 它是一个累积数啊 或者是叫一个 试点数啊 它是不需要 分期间的 它不需要分前期和当期 那如果说 我们有了啊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的一个变化 那么从我吃 我我我取得这个试点 到我转换日之间 我其他综合收益的一个变动 乘以我吃互比例 都是反映到 其他综合收益 我取得这试点 到我转换的这个期间 其他综合收益 去乘以吃互比例 如果有长期股权投资 确认了啊 其他权益变动 那么也是一样 从我取得的试点 到我转换日 都是可以把它转入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试点了 你就说我完美的 完美的这个 复制了 我权益法 应该核算的这个内容 就把它重新做一遍呗 你不用去分期间啊 因为它是资产负债表的一个项目啊 它不会影响损益的问题啊 没有影响损益的问题 现在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它影响的是什么 原来我们是把它 进入到投资收益啊 是吧 那么这个投资收益呢 它就是一个利润表项目啊 它是会影响损益的呀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分区间的 也就是说分当期和前期 分当期和前期 那我们先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啊 那么整个啊 从我取得试点到我转换日之间 我净损益去乘以我持股比例 那么就是我应该在这段时间 追溯调整的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吧 因为成本法下 我的这个被投资单位 如果有一些净损益 我是不做账务处理的 是吧 所以权益法要把它再做上 做上了之后 你注意 是要分区间的 也就是说 如果是我这个前期 产生的这个净损益的一个变动 那么我对应原来 应该是对投资收益的是吧 那我现在就不能对投资收益了 因为投资收益 是当期的一个损益 我只能怎么样 我只能是去调留存收益 调留存收益 那如果是在2021年12月31号 到2022年5月1号之间 发生的这个损益变动 进入到了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那我对应的时候呢 就直接可以对应到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 我这个分录里面给大家写的比较清楚了 盈余攻击和利润分配呢 它是对应前期发生的这个损益调整 它只能去对应留存收益 你看我的这个时间点 从2021年1月1号取得试点 到什么 2021年12月31号 12月31号 那么它的净损益呢 乘以事故比例 再乘以10%是盈余攻击的 然后乘以90%是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的 为分配利润的 那么这两个呢 是前期 那么还有第二部分 就是当期吧 当期我就直接可以反映到 投资收益当中去了 那么你也可以算一算 那么到2021 22年1月1号 然后到22年5月1号的净损益 乘以事故比例 那么就是当期的 当期的一个投资收益 好 总结一下 后续计量进行追溯调整的时候呢 权益法 它会涉及到 损益的一个确认 其他中和收益的一个确认 其他权益变动的一个确认 那我们要完美的去复制一下 长期股权投资 在持有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后续计量的这个过程 那如果是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中和收益 和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的话 我可以把 我取得试点 到我转换日之间 所有发生的这些金额 全部 进入到其他中和收益 和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也就是说 它是不需要去分期间处理的 分期间去处理的 比较麻烦的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损益调整 因为它涉及到 损益的一个科目 所以我们要去分期间 要看看 你的这部分损益 确认到你这个企业当中的损益 它是以前期间 产生的一个损益 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点 确认了一个损益 那么它是会影响流存收益呢 还是会影响当期损益 如果影响流存收益呢 就是到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如果影响当期的话 就是投资收益了 好 那么这个是整个追溯调整 后续期追溯调整的 一个会计分路 那需要大家去理解的掌握 好 理论讲讲呢 还是比较枯燥难懂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通过立题的讲解呢 让大家来了解 整个调整的过程 某期年1月1号 假公司呢 支付600万 取得了乙公司 百分之百的一个股权 全资子公司呗 投资当时呢 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呢 是500万 那么我初始投资的这个成本 和我公允价值份额相比 是不是多了一个100万 是不是我们讲的正商月啊 在某期年1月1号 至某8年12月31号 乙公司呢 净资产增加了75万元 其中按购买日 公允价值计算实现的净利润 是50万元 持有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又出现这几个字了 是吧 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的公允价值升升值了25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净资产 在持有期间增加了75 这75呢 分为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呢 是我的净利润增加导致的 另一部分 这25%呢 是我持有的这个金融工具啊 持有的这个对方 持有的这个金融工具呢 这个以公司啊 持有的这个金融工具呢 它供允价值的一个变动 增加啊 导致的 好 这是以公司净资产的一个增加啊 好 那么现在呢 到了某九年 1月8号 假公司呢 它转让了以公司60%的一个股权 那么剩下多少了 剩40%呗 收取现金480万元 存入银行 转让后 假公司对以公司的持股比例 40%呢 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也就是说 我由成本法核算 变成了权益法核算呗 在某九年 1月8号 即假公司丧失 对以公司的控制权益日呢 以公司剩余的这个40%的这个股权呀 它的供允价值是320 那么假定 假以提取盈余公积金的比例呢 均为10% 假定以公司的未分派现金股利 并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账务处理 首先 假公司个别报表 要进行的一个处理 我怎么处理呢 第一 我要确认 我处置部分的收益呗 我处置部分的收益怎么确定 借银行存款 我卖了多少钱 我卖了480万呀 存入银行 我转让了多少钱 60%的股权 这60%的股权 原来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600万呀 600万 并且它是以成本法来进行核算吧 成本法在持有期间 我以公司净资产增加 我的这个净利润增加 我供允价值上升 与我有什么关系吗 与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吧 我是不会进行账务处理的 所以我的这个成本稳如泰山的 还是600 那么我现在呢 转让了以公司60%的一个股权 也就说 我的长期股权投资要截转 600万的60%呗 那么就截转360万了 好 那么这个差额怎么样 确认一个投资收益呀 这不就是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的这个过程吗 那么就确认一个部分股权投资处置收益 这个简单 现在开始要进行追溯调整了 是不是啊 追溯调整了 第一 投资时点的一个追溯调整吧 投资时点是什么时候 20某七年1月1号 我们画个图 某七年1月1号 是不是他取得的 然后呢 某八年 我们也把它写出来 某八年的12月31号 这个是某七年的 12月31号 然后某九年呢 1月8号 我进行转换的 好 然后这个商欲呢 我们就要追溯到什么时候 追溯到 这个某七年1月1号 我取得这项投资的这个试点吧 投资的这个试点 那我当时成本法的时候 我是没有考虑这个商欲的 没有考虑这个商欲的 好 那么现在 我要去考虑这个商欲了吧 那么剩余的 40%的这个股权 它初始的投资成本是多少 我当时取得全部股权的时候 是花了600 是吧 然后40%的话 就是600去乘以40%呗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就是240万呀 那么大于了 40%股权 当时可辨认净资产 勾允价值的份额吧 你公司在 这个取得这个投资的这个时点 某七年1月1号 它的勾允价值 可辨认勾允资产的这个勾允价值 是500吧 所以这个500呢 去乘以40%就得到了我的一个份额了 200 那么比较一下初始投资成本 是不是大于了我的这个份额 所以不需要去调整初始投资成本 那如果反过来啊 假设这个投资成本是200 我的份额是240的话 是不是就需要进行调整了 这个差额40是调哪里啊 是调留存收益吧 千万不要把它寄到营业外收入当中去咯 我们现在需要呢 把这个剩余的这个股权啊 改为权益法来进行核算吧 改为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那么这个题目 它涉及到权益法核算的点在哪里 在某七年1月1号到某八年12月31号 也就是说全部是前期啊 对不对 只有在某九年才叫当期吧 全部是前期发生的 发生了多少多少多少的是75呀 刚才我们说了净资产增加了75呀 以公司的这个净资产增加 那么这个75是不是如果是权益法下的话 我们要按照我们持股的这个比例啊 反映到我们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当中去啊 那么这个75的话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按照购买日公允价值计算实现的一个净利润 50啊 那么这个净利润是不是要反映到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然后原来是应该进入到投资收益当中去的 还有呢 持有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升值 那么对于乙公司来讲 它的这个公允价值的升值是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么对于假公司来讲 如果说不是来进行调整啊 正常的情况下 我应该是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行调整啊 借长期股权投资两个项目吧 损益调整和其他综合收益吧 一个是50万 一个是25万 那大家注意 我现在是对谁来改权一把 是对我剩余的这个股权吧 我60%的股权是不是已经处置掉了 我现在还剩40%的股权来进行追溯调整 所以我要用刚才我们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字啊 50和25 分别去乘以我剩余股权的一个比例吧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去确认 20万的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和10万的其他综合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就OK了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啊 就是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啊 其他综合收益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不用分区间的 是吧 它是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数字啊 影响的是一个资产负债表数字 所以它是不用分区间的 所以呢 它直接就 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当中去就行了 不用去分区间 和我们正常的 做这个权益法核算一模一样 那现在比较麻烦呢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啊 它要进行一个调整啊 那么这个题目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它告诉你呢 这个50万 它的这个净利润呢 全部是零七 呃 某七年1月1号到某八年12月31号 啊 也就是说 你就不需要分前期和当期了 就全部是前期的啊 就说它的这个损益呢 全部是要影响流存收益的 所以贷益于攻击利润分配 啊 未分配利润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权益法呢 来进行了一个追溯调整 追溯调整 好 那么经过上面的这个调整之后 你会发现呢 在个别的财务报表当中 剩余的这个股权啊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了 二百七十万 也就是说 我剩下的这个股权 六百 是不是它原来的这个账面价值啊 乘以我剩下 是不是还有百分之四十啊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我们刚才做的这个调整分路 按照权益法来核算 调整的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二十 再加十啊 增加了三十啊 对不对 啊 就说我个别报表层面呢 啊 反应的这个账面价值是二百四十万元 然后你会发现呢 这个题目里告诉你 剩余的百分之四十股权 公允价值是不是三百二十万 它的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并不相等啊 并不相等 因为它没有跨报表项目啊 我们依然是以历史成本来进行计量的 它没有体现我公允的这三百二十万 百分之四十的长头呢 我依然是历史成本来进行计量的 它的价值呢 是二百七十万 好 这是个别报表调整的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比较难的啊 难度升级up up 那么讲一个合并财务报表当中啊 我应该如何进行一个处理啊 就是成本法 转权益法 合并报表 它的一个调整分路 那么这个合并报表的调整分路啊 其实我们在二十七章的时候 会给大家再做一个讲解 那么这里讲的时候呢 还是给大家做一个提到啊 提到这个合并报表的一个处理 如果你觉得有一点难度的话 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学完二十七章之后 再回来看我们这里的那个内容 那么你掌握到个别财务报表的程度就可以了 那么讲我还是要讲啊 合并财务报表 那么合并财务报表呢 它的这个这个视角啊 和我们个别财务报表处置是不一样的 这个合并财务报表呢 母公司和子公司啊 它是作为一个集团啊 一起来编这个合并财务报表的 那如果说我从成本法变成了权益法 那么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处置了我的子公司啊 我本来是和我子公司啊 如果是成本法核算的话 我要编一个合并报表的 那现在如果我变成了一个权益法的话 我是不是都不用编这个合并报表了 我只体现在我的这个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形成了一个长期股权投资就行了呀 所以从合并财务报表的角度来看 我视同处置了一个子公司啊 视同处置了一个子公司 把我子公司卖掉了啊 那么它就会比较符合我们之前讲的 先卖后买啊 它的一个体现公寓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这样的这个视角不一样 那么你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啊 那么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 母公司呢 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 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啊 处置了部分股权或其他原因 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 也就是说我卖了这个子公司了呗 我丧失控制权了 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 第一 对于剩余的股权呢 我们应当按照丧失控制权日的 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我不是说 是同把这个子公司卖了再买吗 所以我剩余的这个股权我买的时候 我肯定是要按公允价值来进行重新计量 入账了呀 那么在我的合并报表当中才是合理的吧 我们刚才做的题目里面 我刚才 特意提了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个别财务报表 做完了以后 剩余的这个股权 剩余40%的这个股权 账面价值是不是270啊 它是不是并不等于 我在转换日当天的一个公允价值啊 因为它没有跨报表项目的话 个别报表 个别报表层面 它认为它还是长头啊 就要维持一个历史成本计量的一个属性 所以它没有体现公允价值这块 但是合并报表就不一样了 合并报表 我们仕同把这个子公司给卖了 又买了一个股权 所以我要体现我公允价值 那么对于剩余的股权呢 我就应该按照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 处置这个股权 它取得的对价 我是不是卖了这个股权 会有一个对价 和剩余股权的公允价值之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吧 它俩加起来是什么 我原来处置的这60% 我付出的一个对价 加上我剩下的40%的一个公允 也就是说 你持有的这个子公司 全部股权的公允价值呗 是这个意思吧 你这个子公司的一个公允价值 减去 按照原持股比例计算 应享有原有子公司 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 这个份额与商与之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既你持有这个子公司 全部股权的一个账面价值呗 你的公允价值 这个子公司啊 它的公允价值 和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一个差 是不是就是你的投资 这个出售的一个投资收益啊 你卖这个子公司的一个收益啊 那么就进入丧失控制权 当期的一个投资收益 出售子公司的收益 这就是你出售子公司的一个收益哦 因为我们这里讲 你要把这个子公司 视同你 你这个子公司全部卖掉 然后再去买你这个股权嘛 所以你卖你的这个子公司 它的这个收益就是公允 减去账面啊 全部股权的这个公允减去账面啊 第三 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 当然 有可转损益的这个部分啊 其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也就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呢 一并转入到投资收益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不是视同 把我的这个子公司卖掉了吗 那我把子公司卖掉了 也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持有的 持有的这个子公司卖掉了 那我持有子公司 持有的这个股权 持有期间 我会有一些其他综合收益啊 会有一个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啊 那我既然这个股权都处置了 我其他综合收益 可以转损益的部分 和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也要一并转走啊 转到投资收益当中去啊 好 那么算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算一算 合并报表当中 应该确认的一个投资收益 是什么呢 就是我处置我子公司的一个收益 加上我其他综合收益 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丧失控制权日 转过来的一个投资收益 也就是这个二和三 加起来呢 就是我合并报表当中 应该确认的一个投资收益 好 有同学可能有点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丧失控制权日 这个合并报表当中的 一个调整分路 我们为了达到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目标 我们应该做一个 什么样的调整分路呢 第一 剩余的这个股权呀 按照丧失控制权日的 公允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是不是我们刚才 就是这么做的 第一点 第一个要求啊 第一点要求是吧 剩余股权 按照 丧失控制权日的 这个公允价值呢 进行一个重新计量啊 那需要 把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从账面调到公允呗 账面 减去公允的一个差 借长期股权投资 代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当然了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相反分路 就是公允小于账面的情况下 那么做一个相反的分路 不管你是 这样的一个分路 还是相反的一个分路呢 你最后 最终的一个目标 就是让你的长期股权投资呢 它的这个账面价值 体现公允 体现公允 好 第二 对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确认的投资收益呢 它的归属期间 进行一个调整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当期的利润啊 调整到以前期间的一个利润 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是不是确认了一个投资收益啊 是不是确认一个投资收益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题目 我在处置我60%股权的时候 是不是确认了一个投资收益啊 这个投资收益呢 在我们合并报表当中呢 认为 这个投资收益啊 你处理的不是特别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认为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啊 他持有的期间呢 是从 是从我的17年1月1号开始 到我的18年啊 19年的1月8号的 那你处置的时候呢 你把这笔120万的这个收 这个投资收益啊 你把你这一个120万的投资收益呢 全部放到了当期 作为你当期的一个处置损益呢 是不合适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120万的投资收益呢 再重新划分区间 看看这120万的这个收益呢 哪些是属于前期的 哪些是属于当期的 哪些是属于前期的 哪些是属于当期的 好 再继续往后 也就是说呢 我把我的这个投资收益啊 去分一分啊 带 盈余攻击 未分分利润啊 那么它是影响的一个 前期的 那么前期的这个投资收益啊 以前期间的这个投资收益呢 如果是损益调整部分 那么就到盈余攻击 未分分利润 如果是影响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么就到这里 如果是一些其他权益变动的话 那么就是到资本攻击啊 那你注意啊 你注意 现在呢 我们是对合并报表来进行调整 它都是调整的是项目 而不是科目啊 不是会计科目 是调整的是项目啊 所以呢 我会用资本攻击啊 来做的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三 需要做的调整分路是什么 刚才讲到了 与这个远股权啊 投资相关的一些 其他综合收益啊 注意 是可以转损益的这个部分吧 其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啊 应当呢 在我丧失控制权的时候呢 一并的 把它转入到投资收益当中去啊 所以借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带 投资收益 当然也可能是一个相反的分路啊 借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也是一并要转过去 但是其他综合收益 和以前的要求一样 你要看一看 它是可以转损益的 还是不可以转损益的 如果是可以转损益的 那么带 投资收益 如果是不可以转损益的 那么还是到留存收益 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 微分配利润啊 好 那么这里呢 需要把处置部分 产生的以前期间的投资收益呢 进行重新的调整 也就是说 把以前的这个投资收益啊 它是属于以前期间的 我和平报表的认为 有一部分是属于以前期间的 那么把它 带到相同的 这个不同的这个科目当中去 如果是影响损益的 那么带 盈余攻击 和微分配利润 那如果是啊 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 或者是资本攻击产生的 那么就不需要去区分 什么项目了啊 那么直接到其他综合收益 和资本攻击当中去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需要调整的 将与原股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呢 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在放尸控制权时呢 一并的转入投资收益当中去 一并的转入投资收益当中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我可以转到投资收益去 这个没问题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你在转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看 它是可以转损益的 还是不可以转损益的 可转损益的 那么好 投资收益 不可转损益的 那么盈于攻击 未分为利润 未分为利润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 截转调整的 这个合并报表 截转调整的 三种 这个三步走 三步走 那有同学说 可能可能还有点晕啊 我们再根据 我们刚才的那个题目 做一下 合并报表处理的讲解 还是刚才那个题目 那么合并报表呢 当中应该确认的 投资收益是多少 你想一想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投资收益啊 投资收益 是不是应该等于 二加三呀 我处置子公司 全部子公司的 一个收益 加上我转的 这个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和这个 其他权益变动 截转的这个部分呗 就是我应该确认的 投资收益 那么对于这个题目来讲 第二 他怎么计算呢 应该用 我处置这个股权 取得的这个对价 加上我剩余股权的对价 再减去 我原有的子公司 自购买日 开始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 供养价值份额 和商与之和呗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计算 供允减账面呗 也就是供允减账面呗 我四百八 是我新取得的 这个 我卖的这个股权 他的一个供允价值吧 加上我原股权 他的一个供允价值啊 供允价值啊 是不是就是我 所有的 这个子公司 百分之百持股的 这个子公司 他的供允价值啊 现在我要把这个子公司卖了 再减掉我的账面价值呗 我账面价值原来 五百加上一百 也就是六百 六百的一个账面价值 再加上 我持有期间 有一个七十五的 净资产的增加 净资产的一个增加 这不就是他的账面吗 那么 供允减去账面 一百二十五 是不是一个处置损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大 第三大 第三大部分啊 这个第三大部分呢 说原有子公司 股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它的一个损益 这个是不是零啊 没有吧 没有啊 所以 我们的合并报表当中 确认的一个损益是多少 一百二十五加零 就一百二十五呗 一百二十五呗 然后我的个别财务报表当中呢 已经确认了 一百二十万元的一个投资收益 一百二十万元的一个投资收益 那么 我现在合并报表当中 是不是只确认五万元的一个投资收益 就正确了 好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几步走来进行调整 第一 对于剩余的这个股权呢 我要按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进行调整吧 好 那么怎么调整啊 将我的账面价值调整到公允价值啊 我剩余的这百分之四十的这个股权 它的公允价值是三百二啊 那我的账面价值 不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是两百七吗 个别报表当中已经确认了两百七啊 那么会有一个差额 我们记到投资收益当中去啊 投资收益当中去 那么经过这个分路的处理呢 我剩余的这个股权呢 就可以按照我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 来进行重新计量了 好 那么第二个调整啊 就比较麻烦了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 第二个处置呢 我给大家把这个图画在这一页上啊 那如果是啊 取得试点是某七年一月一号呗 某七年一月一号 我处置的这百分之六十的一个股权啊 处置了百分之六十一个股权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六百乘以百分之六十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个试点呢 是一九年的一月八号 那么一九年的一月八号 我卖了多少钱 我卖了四百八啊 加上我三百二的一个公允 然后乘以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八百去乘以百分之六十吧 一共是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 好 在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 我的账面价值是不是增加了七十五 六百加上七十五吧 好 去乘以一个百分之六十 那么我的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的一个投资损益啊 投资收益啊 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四百八十的一个公允价值 减去我 在投资十点三百六十的一个账面价值吧 就是四百八减去三百六 一共是一百二十的一个投资收益啊 那我认为呢 你的这一百二十的一个投资收益啊 这个当期确认的是没有问题的 前期的确认呢 是需要调整的 那么前期是多少 前期就相当于 我六百七十五 六百七十五 减去我六百七的一个账面价值 去乘以百分之六十呗 去乘以百分之六十呗 也就是说 我有七十五 乘以百分之六十的啊 这个投资收益 是需要把它放到前期去的 放到前期去的 那么这七十五里边啊 有五十 是我的这个净损益 引起的 所以我在调的时候呢 就直接从投资收益调到 盈余攻击和微分配利润就行了 有百分之二十五 有二十五呢 是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 那么直接到 其他综合收益就可以了 所以啊 你看五十万啊 去乘以百分之六十啊 再去乘以百分之十 五十万乘以百分之六十 到乘以百分之九十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一共是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去乘以百分之六十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把我前期这一百二十万里边 一百二十万的这个 投资收益里边 属于前期的啊 把它调整到前期呗 调整到前期呗 那么当期的啊 那我就不用管了 那我认为 是可以在当期确认 我投资收益 这就是第二笔 要调整的分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 那么最后呢 由于于子公司啊 他的这个股权投资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啊 为其持有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累计供应价值变动 那么这种 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是应该 在截转的时候 到留存收益当中去啊 因为我卖了这个子公司嘛 那么持有期间啊 发生的这样的一些 其他综合收益呢 我们全部把它截转出去 截转出去 那么所以最终财务报表 里边你会发现 他的这个投资收益呢 是120 120加上50 然后再减去45 那么就是125 那么就体现我们合并报表的 这个投资收益了 投资收益了 这是合并报表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你如果觉得啊 掌握起来还比较困难的话 那么就到27章 再去理解就可以了